台湾大戈 歡迎台灣大戈財南新國小玩 往後 往左 另外一角色往前 A 3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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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6 6 6 7 7 8 8 9 9 10 無人機這一塊 我們過去看到它在煙火上面的表現之外 但其實它未來在使用載物 甚至載人這件事情 都可以有更多更多的想像 所以我們課程就從去年開始討論 如何讓這個平面的自走車 變成3D立體的無人機的發展課程 那今年暑假是第一次開始上無人機的課程 未來我們還會持續好幾年來 試著讓孩子們能夠不但在學習之外 其實我們也會把教具留下來 那希望更重要的是培養在地的師資 能夠把這一套教育在偏鄉 自己能夠再發芽 再茁壯 這三天的活動呢 開啟了就是小朋友 在學習領域上的不同的視野 那相信呢 藉由這樣的一個活動 我想科技的這個種子 已經在他們心中慢慢的萌芽 那我們也希望呢 未來他們在不同的學習領域的時候 也要保持像這次活動一樣 這麼有好奇心 探索心 然後呢 他們一樣就是努力去實踐 沒有的話就調整喔 我覺得這樣邊學邊玩 對孩子來講是一個激發他們學習的欲望 然後他們每個都很聰明 都有自己的想法可以隨時反應 然後配在整個活動上面 就可以反映出他們的學習成效 所以我覺得這樣非常棒 如果以前沒有接觸過無人機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視野的增長 對小朋友來說他們認識學習到他們平常 可能在學校裡面沒有接觸到的東西 然後像是編輯程式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新的技能 其實自走車跟無人機最大的差異的話 就是自走車它是平面的 那無人機的部分它多了立體的空間想像 那其實孩子們他們在平面的部分 它立體多了一個高度 所以孩子們它的想像空間 要需要更花時間去思維 那呈現出來的解衣服其實也會更驚人這樣 我從小這樣玩遊戲 對我後來工作 後來學寫程式是很有幫助 因為我從小學了寫程式 所以我後來在玩人家的遊戲的時候 我玩一玩都會想說 這裡要怎麼寫 最好玩的是今天組裝的無人機 因為可以在上面畫畫 可以自己拼裝 然後自己操控 謝謝台灣大哥大愛你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